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赶时间 那为什么不叫车 这样就不怕直到 你这个人不只固执 还很奇怪 让一让 干吗 怕被你烦死 如果真的能够把一个人烦死 那是不是要谋杀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你宁愿迟到也坚持不肯坐车 是不是 怕车费太贵 可是 如果你迟到还要被扣薪水 还要被老板骂 那不是更亏吗 难道你怕坐车 不对 巴士也是车子的一种 虽然巴士跟普通车子又不一样 看你这种反应肯定有问题 你是不是经历过些什么事情 所以 让你让 等我 好 我还以为你是不喜欢游泳 才不想成为游泳选手的 那你为什么还来当尖子做事员 不是还要游泳的吗 我不喜欢比赛 你游得那么好 根本就是为了参加比赛而诞生的 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张愿说的 如果你参加比赛 表现肯定很厉害 最差也有第三名 我是不会参加比赛的 赢了比赛 会有奖金拿 为什么不参加 你不要再问他可以吗 好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喜欢参加博 就不问了 你这个女孩子是听不懂人话 你为什么一直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的脚 是吗 我会那么容易放弃的 我一定会让你答应加入齐勇队 贴答回来了 记得跟他道歉 K 你好 好 下班了 你一整天跟着我 你不无聊 不会 我一直拒绝你 你有没有挫折感吗 怎么会呢 要说服一个人 本来这些要花时间的 再说越南达成的目标 一旦达成了才更有成就感 不是吗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乐观 特别积极 你快要被我打败了 你知道吗 我朋友都说我像一个小太阳 你觉得呢 他们说我总选择看事情好的一面 这样太乐观了 不是件好事 因为太乐观的人 只会往好的方面想 所以一旦事情不是照着我想的去发展 我就会加倍地难过 可是很奇怪的 从来都没有那种加倍难过的感觉 可能每一次事情的结果 都是我想要的吧 就像我去骑泳队应征助理这件事 我想我会成功 我就真的成功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应征这份工作吗 除了这份工作 跟我读的专业有关之外 最重要的是 薪水真的很不错 而且时间又自由 让我能有时间到小吃店帮忙 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其实啊 我觉得你这个人虽然外表看起来酷酷的 内心应该很温暖的吧 酷只是你的伪装 你这种酷酷的男生 如果是运动员 肯定很受你深的欢迎 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运动员 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影响别人成为更好的人 就像Michael Phelps影响了Joseph Sculling 而Joseph Sculling又影响了其他的人 如果你可以跟他们一样 正面地影响别人 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请慢用 谢谢 嗨 正面地影响别人 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请慢用 谢谢 嗨 嗨 正面地影响别人 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嗨 我原本以为早一点还可以 可以避开我是吗 对不起 我是阴魂不散的 你看 你把我们的小帅哥给吓坏了 拜托你 放过他吧 我不会放过他的 我会一直纠缠着你 你躲不掉的 你躲得掉的 如果你觉得你受不了的话 你可以很凶地骂他 他就不会再缠着你了 看你的样子 很像不是很讨厌他缠着你 今天加料啊 既然我的真诚不能打动到他 我就加料来收买他的心 多出的钱你给啊 送我的 你说的 上菜了 好 你不用这样的 要的 我要提供最好的服务 对不起 游易翔 你的脚踝上 为什么会有纹身 因为我的脚踝上 有一个非常难看的东西 我不想每天看到它 所以我就去纹身 很难看的东西 变得漂亮 为什么你会突然问起我的纹身 如果有什么事 你可以告诉我的 我说得很爱说话 我也很爱听别人说话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参加比赛 为什么 真的想知道 常常想啊 我小时候很爱游乐 很喜欢参加比赛 一翔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检查过了吗 有没有漏了什么东西 检查过了 没有漏了 你忘记带比赛证件了 是哦 我们差不多要走了 不然会迟到的 等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是我该跟他们说对不起才对 就是因为这样 你不再参加比赛 这也是你害怕坐车的原因 这不是你的错 你也不想这样的 你不能一直把错误背在自己的身上 再这样背下去 如果不是我 他们也不会这样 现在你知道原因 所以我求求你不要再叫我加入什么勇度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是我该跟他们说对不起才对 对不起 就是因为这样 你不再参加比赛 这也是你害怕坐车的原因 这不是你的错 你也不想这样的 你不能一直把错误背在自己的身上 再这样背下去 如果不是我 他们也不会这样 现在你知道原因 所以我求求你不要再叫我加入什么勇度 你怎么了 好 为你难过了 对不起 我不是再可怜你的 我只是 真的很难过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还好吗 没事了 没事的 流过泪的眼睛更明亮 滴过血的心灵更坚强 接下来一切都会更好的 不要跟客人那么靠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想安慰你 给你一点鼓励 我不是故意要 我不是故意要吃你的豆腐的 不是 他只是 对 他只是很容易被感动 一感动他就会失控的 注意一点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可以理解 你为什么不想参加比赛 可是理解归理解 我还是觉得你不参加比赛 真的很可惜 就是因为比赛让我失去了我父母 如果有机会 我会要把他们放回来 可是 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你的父母 一点都没有责怪过你 你能活下来 他们反而觉得很开心 我想 对每一个父母来说 他们都愿意牺牲自己 去交换孩子的生命 用自己的幸福 交换孩子的幸福 因为孩子 是他们相爱的证明 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 你要好好活着 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你再说一次 你好好活着 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你笑了 wash�你 你竟然笑了 干吗 吱风那号角 想起 想起 集 include 不许 monks